打完冰云巨魔之家伙 费了我不少体力和血量 我得吃点东西补充补充一下能量了 被你这么一说 我发现我也只剩4滴血而已 星光香蕉搞起 一个星光香蕉可以补充100的血量 相当于一条命 真是香啊 诶 问了个去 我又被冻成冰雕了 这雪上顶风的天气真的是恶劣啊 走了走了 不然下一个被冻结的人肯定是我了 我骑上小飞鼠先走人了 大师兄 咱们冰云村庄见哈 哦对了 还不能回冰云村庄哦 我们还有一件事没做呢 东窟探索了 冰云巨魔也消灭了 还有啥事呀 有啥事也等回到冰云村庄再说了 你要回冰云村庄也走错方向了 回来回来 咱们必有雪莲还没采摘呢 对哦 那还真得在雪山多逗留一回了 必有雪莲伸展在雪山的富山峰 这东西能作为父母的副材料 非常好用 所以必须找到采摘上一些 这里白茫茫一片的 很容易得雪茫症的 而且必有雪莲个头比较小 挺难找的 哎哟看到一个了 跟钻石一样闪闪发亮 马上来收了 卧天牌啊 又被冻结了 我也变成冰雕了 看来雪山富山峰 也不是人带的地方啊 采摘完赶紧走人 要不是必有雪莲挺重要的 我一秒钟都不想在这里待着 最后我们都收集了一些 准备回冰云村庄了 哎呀 这次轮断小飞鼠被冻结了 哪哥不等你了 我先下山咯 不然待会我的小飞鼠 也会有同样的下场 好家伙 溜得比贼还快呢 好了 我的小飞鼠破开冰块了 还没有挂掉 我也赶紧下山了 陨魔战利品 你有拿吧 赶紧激活图腾吧 必须有拿呀 这个是让冰原村庄 得到庇佑的必备材料 我怎么可能会落下 我现在下车 马上来激活部落图腾 可惜周围没有村民 不然的话 你激活后 他们会头顶冒着猩猩 对咱们表示感谢的 既然冰原村庄的事都搞定了 该收集的东西也都收了 那就回火山咯 然后计划去烈焰星打黑龙了 我有升级原件A型 要不要升级这里的传送舱 然后直接去烈焰星呢 不要吧 我觉得还是先回火山那边 整理一下材料 而且那边还有附魔台 也可以用庇佑雪莲 给武器装备附魔一下 对哦 那就先回火山咯 我的武器也要附魔上庇佑属性 我已经坐进传送舱 准备启动了 你也赶紧的 我也坐进另外一个舱位了 现在有双舱位 不用排队 确实方便很多 回到火山了 准备整理材料了 我又虚空了 动都动不了 你这一天天的 过时还挺多的 那你退出地图重新进来吧 呃 好像还退不了的节奏啊 那麻烦老板把我踢了吧 我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如此要求 满足你 踢出去了 你重新进来吧 我先来把传送舱升级了 都回来了 这下就没问题了 那该整理材料就整理 该附魔就赶紧附魔吧 我身上还有各一级传送舱 也弄成双舱位的吧 这个不是二级的 稍后传送恋星 还是得排队的 大师兄 我庇佑雪莲用不了那么多 分你一半吧 你不是得去搞雨魔甲面吗 没错 那就谢谢老板了 不过这东西看人品的 运气好的话 一次性就附魔成功了 运气不好 把家败光了 也未必搞得定 那像我这种长得帅 人品又好的人 肯定是一次就命中的 果然 弓弩就直接搞定了 接下来是能量剑 我只要这两把武器 庇佑上就行 其他都不需要 好家伙 这次没发生作用 那就再来一次 哎呦 运气还是可以的 也弄到了 厉害咯 狗死运爆棚呀 我的雨魔甲面 也不摸到了 接下来大师兄 放出好多个篝火堆 准备烤一些食物了 去到猛眼星 还要去寻找紫银石和心铜石 所以多备点吃的东西 还是很有必要的 刚好我路上探索的时候 会收集各种生肉 现在就都给烤了 那你把肉放好后 咱们睡个觉 天亮后拿上食物 就出发恋星了 天亮了 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哎 大师兄 你这么溜的 肉都还没拿 就坐进传送窗了 我已经拿上一些了 你是吃货吃得多 我特意留多点给你了